今天做了一大锅牛排炖玉奶 不用多说了 这个味道真的绝了 早上菜选择的牛排 三十一斤 我觉得还是挺实惠的 因为这上面这肉还是很厚的 猪排今天都要三十块一斤了吧 洗干净了给它焯水 这里倒好三斤一大锅 买了几个这种小玉奶 皮都让老板给我挂掉了 记得以前我碰玉奶手是不会痒的 现在不行了 就一定要戴手套了 牛排给它焯出血沫了以后 还要清洗干净 过线烧热来点农家菜籽油 然后把牛排放进去翻炒个两三分钟 这一步就是为了炒干水器 加一勺皮线豆瓣酱 给它炒到上色 其他的调料就放三圈生抽 一圈老抽 再放点盐 来几颗冰糖提鲜 调料放进去以后 再炒半个两三分钟以后 就可以加水了 放到高压锅里面去 这个高压锅里面的水 刚好与骨头齐平就可以了 现在它上气了 我们就给它转到小火 让它慢慢的压 压个二十分钟 来三米横折 横竖来 横 来 竖 来 来去这里冻米 来 然后再竖 这个压好了 如果没有高压锅的话呢 就放到其他的锅里面 慢慢的炖 炖透就好了 然后放玉奶进去 玉奶放进去以后要加盐哦 大概十几分钟 玉奶炖透了 可以把小朋友先弄点出来 因为这个皮线豆瓣酱其实是没什么辣味的 然后我们再把其他的辣椒放进去 我放了泡椒 干辣椒 青红椒 还有辣椒面 然后呢放点蒜苗就可以了 吃饭啦 奶奶 Gottes 我也爱不要 我爱你 口音 你的 Chromebook 米达 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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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